吃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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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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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金融信市場 新北市長侯友宜 陪同市長謝國良掃接 尋求支持 侯友宜超高人氣 和民眾熱情互動 他上來以來 跟新北的合作 可以講 密切 勇敢 承擔的往前走 我們可以敘述 前幾天我們還來賣小姐 環保交流 最重要的 基隆人想關心的是基隆捷運 基隆捷運 他常常跟我做了很相熟的討論 我們一心一意 新北 基隆 甚至台北 我們要更承擔起 基隆捷運 能夠及早規劃興建 這當然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一個人真打招要做事的謝國良市長 現在對著很大的挑戰 這些挑戰 其實我們都可以很清楚 他的人真做事的精神 絕對可以勝過任何別人惡意的挑戰 所以我在這裡跟國良市長說加油 我們用力打招人做事 做出我們人民有感的成績 新北市與你一樣 都站在一起 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四周 國民黨最新民調也出爐 我前幾天 有收到黨中央給我一個最新的民調 那這個不贊成罷免 是市民朋友的一個多數的想法 但是有要出來投票的 也是不同意罷免比較多 但是不出來投票的 還是不同意罷免 佔大多數 所以我們如何把更多的市民朋友 反對對罷免厭惡 但是目前還沒有決定 要出來投這個不同意罷免這一票的 仍然是我們未來四個禮拜 重要的工作重點 所以那當然就還是回到今天 非常感謝侯市長 他的人氣他的魅力 一定可以幫我帶出 更多的不同意罷免票 針對媒體詢問 民進黨是否介入罷免案 市長謝國良再度說明 我當選後三天 對我陸續傳出很多罷免相關的新聞 在我就任後 很多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私底下的談論犯話 都指向 只要滿一年以後 就會開始準備要來罷免 才剛當選一年的謝國良 我想這個跟任何實際上的議題都沒有關係 不管任何議題都可以 最後要倒向的 就是要滿一年後 大美基隆市長謝國良 我想這個在基隆的坊間 如果大家去了解 探聽 我想這個坡市坊間都已經充分的了解 所以我們只是客觀的把事實點出來 然而這樣子的一種思維 跟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我想終究是不會被事實朋友所認同 早來藍營重量級新北市長侯友宜站台 陪同謝國良掃接敗票 呼籲10月13號 一定要出門投票 投下不同意罷免 記者黃燒民進行報導 然後他會知道 吉他 曼陽 他當我一位 都會找到 非常多 好的 同意 真的 阿娅 小佳